马总统今天中午在总统府宴请了中华队 那么夫人周美钦全程作陪 这个时候她不只是第一夫人 也是一个忠实的球迷 她表现出了职棒球迷的专业 对职棒球员如数家珍 特别是她所支持的兄弟相对 她向总统一一介绍谁打第几棒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彭正敏刚好擦身而过 她还特别叫住彭正敏说 你怎么不跟我握手呢 第一夫人周美钦和总统马英九 接见宾客前不停摇耳朵 还用力推了总统一把 掩盖不住兴奋之情 原来这次的宾客可都是总统夫人的偶像 连续说了兄弟向第一棒两次酷酷扫 亲眼见到球员张正伟 顿时变成了小球迷 周美钦还主动要和彭正敏握手 假装和队长恰恰生气 其实见到球员们 总统夫人也是一一握手 因为周美钦早就支持中华职棒多年 更自掏腰包看球赛 拿着加油棒挥舞呐喊 还多次被镜头拍到 周美钦现场看兄弟相比赛 激动神情已经被公认是标准相迷 夫人最喜欢谁 虽然总统夫人不直接回应 但喜爱职棒的程度 已经用行动表示 看这是最有分量的榜球迷 今天新闻黄建腾路易台北长报道